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手房屋其中它的地毯 它的水管 冷暖系统 还有它空气 跟它的房子的格局 都有点旧气 所以新房比较容易出租 但是楼花上来了 今天你就看到这个现象 是因为这几年 把供需给它推起来了 供货商不加价也不行 为什么 我只讲到了七一 七二 没有讲到七三 七三就是一个通胀 全世界这个通胀在后边追着 为什么 因为美国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这次的肇事者 美国要维持自己的经济 自然的运转 就是成长起来 恢复起来 它靠借贷 已经没有人借贷了 中国不借贷 亚洲不借贷 那欧洲自雇 都难过它自己的关卡 北美洲 加拿大也没 就是给它送给它 全部加拿大送给它 它也救不了它的这个需要 所以美国唯一自救的方法 就是印钞票 美国印钞票 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 把这个货币的这个打乱了 它印钞票的接下来就是通胀 中国也在印钞票 接下来把东南亚也在搞通胀 那这边的就是通胀 北美最厉害 全世界通胀 那就是美国印钞票 这个通胀就直接让人惧怕的一个 就是把现金摆放 park money 是一个最头痛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到都是说 生活的人靠工作的人 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叫通胀 最多我油加多五块钱 一个月本来一百块 现在多加五十块钱 我就少吃一个午餐或者晚餐 但是对这个 很多资金的这个人 有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的这个资金往哪里摆放 这个可不是说 去吃一个午餐晚餐的问题 通胀一上来 它就不见十percent五percent 它本来有一千万就变成了九百万 那这个时候它如果压在土地上 压在房产上 压在安全的地段 它至少它这一千万有 还能增值个几个percent 对不对 所以房地产的标准就是按照 最基本的增值也有两三个percent的标准通胀 但通过这一次就没有标准了 所以这是第三个大问题 冲击了整个房市 所以造成了这个 所有的建筑材料 所有的这个人工所有的配备的东西 就像水也涨价 电也涨价 gas也涨价 那管理费也要涨价 那消费就开始高 消费一高的情况下 这个最后会轮到资产涨值 但现在还没轮到资产大暴涨 因为什么 现在就是说民生的东西涨了太多的时候了 就顾不到它了 这个时候就说把这个市场给推起来了 但是那二手房屋的市场是需求者用的 就是说使用者来用 使用者真正当地的使用者这两年没有突然间升了五十五千万个人口出来 也没有说从baby boom一下子就变成了购买大军 真正的使用者不在 所有的二手房屋的价钱上不去 这是你要问的我个人的 从这个房地产这个细节里边摆看 是我们跟着一直成长出来的 上我们也在讲座 下我们也在讲座 中国的那个人民币的增值贬值 我们也跟加拿大的这个市场有联系 我们也挂钩 也在讲座 也在探讨 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走出来 跟着这个这一次的整体 一直是跟它上跌走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一早就看到了这一些重点 所以我们这个投资方面帮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advice给我们的投资客 所以这是我们的专业 这是我们个人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几个方方面面 促使了楼花推上去了 就是新楼盘推上去了 二手房屋里需求量不在 主要是楼花的需求页全部 这几年的这个真正的购买力 前天我们在那个RBC银行举办的一个 一个seminar 他们邀请了一个CHMC的一个analyzer senior analyzer 他做了一个speech 从这个加拿大政府这个统计来看 从2009年到2011年 这个楼花的这个销售比例 是属于哪一种买家呢 楼花的销售比例 基本上投资者占了百分之大概说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 是投资者来做的 所以把它推起来了 但是呢真正的现房的购买者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都是实用者在买 所以就是我刚才解释 为什么现房推不起来的原因是需求者太少 也不是太少 是有 但是没有说over的两年就突然间 有一代人就突然间都站在了买房大军里边了 不是 它还是正常的市场需要 所以没有把它推起来 反正这个新楼盘是投资者的加热钱给它推起来了 再加上通胀材料贵 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不买三十万 明年后年肯定要三十一万 为什么所有的材料费都贵了 建筑商没有理由说便宜卖给你 土地价也贵了 材料也贵了 没有理由说是建筑商不赚钱来盖房子 所以他宁愿不做都不会卖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就赶紧把钱压在里边 买在里边投在里边 就把它嘟嘟嘟推起来了 但是今年开始楼盘卖了非常慢 新楼盘就开始慢了 就是楼花现在就已经停下来了 首先投资者已经看不到利润了 后续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预测 就是后期从今年开始下半年 就可以慢慢sense到这个问题了 到2013年 14年就大批的高档楼盘 就是高档就在这几年卖掉了 这个楼花都是高价卖掉了 看谁能住进去 如果他填补不了这个空房率 就有很多人转手转脚 这就是我看到了说 接下来这讲到先不讲利息 先讲这个市场 接下来这个游戏怎么走 那就说接下来的这个 在condo我们不讲house的 house大家都知道 今天都是在爆墙 就是因为需求大 供货少 出一间卖一间 地也就是有限嘛 condo是一栋楼盖 时间房子的地 可以盖350个单位出来 就不是10家住进去 是350家住进去了 所以他这个supporting非常有 对没错 所以他供大需求就是少 这是在condo里面 但在house里面是供少需求大 所以现在市场就演变 但接下来呢 我看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在condo的市场 已经是flod 饱和了 首先讲norshork 2013年14年之间 要收的这些 所有的楼要收新楼盘 都是500到700之间一尺 收下来的楼 它的租金跟它的费用 算下来 所有买房产的人 拿来出租人都不赚钱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 它是抛啊 还是hold啊 这个时候到时候就慢慢看到了 那如果在downtown来讲呢 刚才就是CHMC的统计 大概有50到65%的这个楼花 卖给了投资者 那这个投资者 要把它拿到市场上摆放 是租啊 还是卖啊 都会冲击一个很大的市场 如果在明年后年 收楼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需求 那房市就肯定出问题 出的问题 你预测将会是怎样一个程度的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呢 就是说加拿大政府是一个很明智 很有制度的 很健全的一个政府体系 加拿大政府早就预测到这个东西了 CHMC都已经做了报告了 都是预测到了 所以政府现在就说 在现在政府这个预测里边 首先讲到一点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往后这几年 这个房屋的出租 费用大 租金不大 租金跌 就是不跌就是意思 租金上不去 这个 费用上不去了 这是对投资者一个不利 我们用政府来 自己评论 是正式会有什么状态 今天的房价 已经到了加拿大 预测了这个底线了 就过了它的底线 50万在多伦多 平均 有多少人收入的人 能负担得起50万的房子 对不对 它一过了这个底线 那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政府为了控制房市 它不会让房价 飞速猛涨 像东南亚任何国家一样 随便你涨 加拿大政府不会 那它要控制房市涨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百姓的这个供需 是有点看得到了 但是这个负担 就是承受力 就是这个消费者的承受力 在房产方面 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警号了 已经发警号了 说50万的底线已经过了 那消费的这个承受力 已经顶不住了 顶不住怎么办 政府还有一样事情未做 就是提议快点加租 说经济已经复苏 要快点加租 房价在猛涨 租在上去 那最后谁倒 消费者会趴下来 消费者趴下来之后 跟着谁再倒 那就是政府的保险公司 也会倒 你说政府会不会让自己破产 08年都做了这样 这么大的这个冲击 政府都处理的这么好 那现在只从这两年的一点 小小的涨幅 然后政府能控制不住吗 我相信政府一定控制住 但是是让房价涨了 还是让利息涨了 这就说CHMC给的这个数据 就是说基本上房价涨的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什么热钱进来也都开始退了 往外退缩了 消费者也不敢往里头勇敢的 就是盲目的冲 盲目的脱高市 只有那些新移民带着钱 蒙住眼睛 A军说好啊赶紧买啊 买明天买不到了 多少钱都给 而且他们有很多 因为是为了自住就 没错 他们这种是为了自住 房子是没了 那就可以买 但是买下来之后 把价钱拖高了几十万 你说这几十万对我们真本土人来讲 加拿大的老移民来讲 那是我们一辈子供的这个债务啊 他们心里进来就一给就三十万 标出去三十万 我听到上个星期 前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在报纸上登出来说 North Shore一个Bungalow 开价七十多万 标出来四十五万 一个Bungalow标高价四十五万 是中国人买的 对对对 一个领学生 对你说这个人他买下来之后 他的钱哪里来 我们不考虑 他全现金款买 但对当地人来讲 有几十个人能供四十五万的Mortgage 我们现在都是供二十万三十万 已经扛得很累了 还是这么低的利息 如果是高利息 五厘六厘七厘的时候 你供四十万 你算算三千块钱 你都盖不住一个月 你的人工有多少 你就是一个doctor 你一个一年的人工有多少 你家里孩子读书 吃饭用 汽车保险 旅游还要家打税 根本都负担不起 所以加拿大政府非常理智 这只是个别群体 就像温哥华 上一次他们温哥华 炒到的时候 就是那种一个月炒高了 就是豪宅炒高了六十几万 我认为那是一个无知 受害者还是买家 后来证实了 现在温哥华的高价房 已经往下走了 那多伦多这个高价房 炒高之后 还是一样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里不是中国 中国随你炒 只要你看到一块地 你买不到了 我怎么炒高 我坐在那里给现金就可以了 但是隔壁卖不到了 没人来买了 人家要扛个mortgage 我干嘛买你家 隔壁都有 我就买便宜 哪个便宜 我买哪个 就把这个拖下来了 这个人就是一个质粮柱 这就是他来拖市 但他一个人能拖到 整个大市吗 那最后他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就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结果 对这种炒房子的 就是multiple offer抢最高 那个人接下来 他们就拖市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讲回来就说 认为说政府一定不会再继续鼓励炒房 往房价往上推 政府还要留点空间 不要让这个承受力的爆掉 他要把房价打压一些 然后再把利息上一些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formular 20年前的人买一栋房子 condo来讲15万 但是他的每个月供款1500块 当时的利息就10% 他就带10万 他就要供1000多块 1000松一点 还有他的管理费 递税加加也是1500 今天不是了 今天是一个房子 卖到30万 35万 但是呢 他的利息变成了2厘多 3厘多 他就是带个20万 也不过就六七百 他的multiple 跟他的这个地税加在一起 还是在1300 1400 所以他的空间就上去了 价钱上去利息下跌 现在如果说 真正想回来 政府要控制 那就要把价钱压下来 再回下来 利息再上上去 才能让整个 整个的市场 负担的起 不要出现bubble 不要破产 破产是加拿大政府 买了很多 保了很多 CHMC的这个买家 这个时候呢 银行的破产 就是政府要补钱 所以这个事情发展 发生了会不会有 我看不到 我觉得加拿大政府也会 因为政府控制住银行 银行很配合 就像金融风暴时候 政府往下下利息 银行开始不配合 后来全部银行 全部下来了 毛给全部打低 那就说银行还是会被政府来调解 对 还是有那个调控能力 在加拿大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 所以接下来的市场 你说大的震动 我看不到 但是叫消化期 是一定看得到了 那就说 生存者才是最后的赢家 看你过得了 这个消化期过不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说过 价格下降了 然后利息上涨了 那对于已经买了房了 然后那说是高价房 然后现在呢 它的利息又上涨了 那对他们供房的那个过程 会不会很吃力 然后造成一些问题呢 一定会 如果这个买高价房 又带大毛给局了 这个买家一定最后就是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他们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 他房价下来跟他没关系 他还住在里边 但是利息上涨是每一厘每一分都跟他都有关系了 他本来是利息是三厘进来的 他有四十五十万的毛给局 让他这样讲 三五一千五对不对 大概再加一加 大概加一千八吧 但是利息现在变成了六厘的时候 一千八就变成了三千三千六了 那他上上去他就要破产 那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 那政府应该也要 所以说政府也不会把这个利息就是 over night盲目的上加 政府会失定的往上调整 慢慢的慢慢的 没错这是说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政府是一个非常健全 非常好的一个政府 制度好不是政府好 是制度好的情况下 这个党派 制政党 他就要遵守这个制度 玩游戏 不像有一些国家 那就是商人就能控制 军人就能控制政治 整个政局 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人为的事情 人想的事情就当成了法律 在加拿大不会 所以政府也会适当的保护 他自己的同时 他也不会太过分去伤害国民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说利息上涨大 我觉得不会 但是adjustment一定会 因为什么现在的确是这么多年来 首先我个人是受益者 因为我带了一个很大的mortgage 很大的款 那是早期金融风暴之前 金融风暴之后 他一加下降利息 我只付一点多利息 基本上我所有的公款 都是帮我自己公掉了 这么多年来 都是供我自己的本金 我本来打工也没有 存到这么多钱 反而他一个政策 我就赚了这么多钱 那跟我同类的人 何止我一个 北美洲整个的 整个这个消费市场 都生存在信誉上面的 所以整个这个大的市场 都在受益 所以政府要重新adjust 从金融风暴到现在 基本上政府跟银行 没有怎么赚到钱 从利息方面 那都给了大众了嘛 那现在人家回去调整一点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没错 大家互相嘛 你当时紧张恐惧没工作 那就让你喘口气 现在你也有工作了 生意也好了 生活也稳定了 你没有理由 还继续站在这个利益上 让人家继续受 据失利益嘛 所以他就会 我想我相信政府会 慢慢慢慢把价钱压下来 把利息飘上去 这是一个下边的路子要走 这是利息方面的是吧 对 那你刚才也聊到了 看头的 那你觉得未来总是呢 就是给一些消费者 他们的指引 因为有一些人还是愿意 觉得好的地段 就不怕了 所以当场那个还是很盲目 不是说好的地段不怕了 好的地段永远都不怕 但是如果拿错时间 可以相差一倍 进场的时间错了 就像一个24小时的终点一样 同样的一个地段 你是在半夜12点进场之后 接下来你什么 就是很难挨了一个夜晚 但是一到了黎明的时候 你不就是见到了阳光 一路上到中午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一路都是好喘 但是最怕的人就是买到这个时间 11点的时候 觉得这个阳光证实到了 所有的人都给我证明了 每个人都是lucky guy 每个人都买什么赚什么 他跟着进来了 刚好到再涨一点点 到了12点 12点中午12点应该干什么了 这是规律嘛 就要往下滑 那看他滑到哪里 再重新来一圈了 他如果滑到这个位置 再来一圈 那他就是一半 如果滑到这里 那就可能就是两半了 就是整个就不见了 通常房地产不会像股票 连扎都没有 房地产的成长是 像楼梯一样 涨涨涨涨涨涨 他不会像股票一上一下来 所以在房地产方面 不是说买个好 location就永远不用担心 是看你在什么时候买 就比方讲 现在前几天发生 就是最近发生了 在Downtown 也叫Downtown Court District 那个地方就是700块一尺 不包parking 一房一厅 56万买下来不包parking 600尺左右 50多万买一个 你说他会不会 什么时候我相信他 什么时候他才能回到 他这个价位 或者再高上去 如果再高上去20% 就要70万了 65万 70万 一房一厅 70万 还没parking 你打死我这一辈子 我宁愿去睡在水里 我都不会去买你的房子 对不对 我有钱我也给不了你 为什么我根本就付不起 这只是一个坑洞而已 对啊 你说 你说 这就是说他的地段好 但他的价位实在是买进去的时间错了 他就一直 他就把这个做成了 抗室了一个 其中的一位 但他没有那种思路 没有那种vision 去看到未来 你想我就问你 你赚多少钱 很好的地段 一房一厅600尺 没parking 56万了 就让你赚10%吧 也要赚五六万吧 那已经变成了60万了 60万有几个人能买得起 一个600尺的 没parking的 一个好的地段 什么叫好的地段 我做subway 几站就出来了 我做subway 几站就下去了 如果我是个工作人员 白领阶层 我觉得这个都不make sense了 对这个common这个大众的人来讲 哪不就是白领 高收入的领 他根本都不在他脑袋里边 根本这个就不make sense 但是为什么还有人做呢 这就是你刚才讲 是不是买个好地段 他就会好了 这就是个别人这样想 但你问我 我绝对不这样讲 我觉得是timing 进场的时间 非常重要 他如果买的那个时间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那个房价跌到40万了 随买进去了 那人家不是差价 就是16万上去了 可是如果现在 目前想要进入到 这些市场 康总也好 二手房也好 那他们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 该进场的时候 这就是我做房地产投资 做房地产做了17年 我一直看到 在金融最好的时候 也有人买房子赔钱 在金融最差的时候 经济最差的时候 也有人买房子赚大钱 那现在的市场 对大众来讲 如果是对一个使用者来讲 就是买来自住 应该还是赶紧买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一路在租房子 我们有个比例 如果你的房租低于700块 那就是付水电费 管理费 加加 那就是你的 最基本的就是张开眼睛 张开口就要花这个钱 这个你可以不用买房子 如果你的房租 是在1500块 租房子 那你算下来 如果这几年房价没有大跌 只是flat那边 大家都拖个市 也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因为是投资者 未必会倒闭 因为钱都趴在那里边 空在那里都没问题 不是说金融不好的时候 没工作 如果是没工作 那个群体买下来 那马上没工作 马上就还不起账 马上就要破产 但是投资者的钱进去 未必会看到那种 即刻倒下来的现象 没有人会 反正这个钱不停在这里 也停在别的地方 那停在这里拖市就拖了 不赚钱五年三年也行 但是他不会把市拉倒 除非你见到有人抽钱 另外找到一个淘金矿 那就把钱套出来 赔也要淘 拉出来去赚别的钱 不在这里偶了 但如果找不到 另外一个淘金矿的时候 这个钱在里面拖市 也未必会下降很多 所以对使用者来讲 你拖个两年 三万多四万不见了 你买个房子 10%的这个差价就不见了 对不对 它没跌下来 你还要30万买 它跌下来 你也是打平 你还是赔钱 还是你赔钱 所以对买房子住的人 当然了 该买就赶紧买 看准了 地段看准了 这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很名言 一个老外讲 什么时候要卖房子 他讲的话就是 什么时候都卖房子 那是你一定要卖房子的时候 这个就是时间要卖房子 什么时候要买房子 是你有需要的时候 那就是时间买房子 没有什么说高买低卖 或者是低买高卖 做得这么准 没人把握到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 如果是对使用消费者 first home buyer 市场一路还会平 还会很平稳 就这样慢慢买 但是会很 不会抢那么多multiple offer 也不会说是 把价钱标了很高 但如果对投资者来讲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建议就是说 钱放在床底下 睡在上边 睡觉都不会发噩梦 对吧 如果你放在外边 你随时还要去挂住它 挂心 又没赚钱 要脱市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的去激怒 你又不需要那个钱去吃饭 对不对 但是放在床底下睡觉 至少省了一个噩梦 每一天早上 多睡饱几分钟也好 这是我的建议 对 好 那么我的问题也差不多了 然后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让投资者他们也要注意一下的问题 投资者注意 那就说很多很不同的因素参与 最好的就是说进场的时间 别人都讲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我个人的感觉是timing timing timing 就是跟你讲说一个 有一个case就是说 有几个我们有一个goop投资的goop里边 其中有一个人讲说 他的同事在五年前就说要买房子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 哇 06 07年房价账啊 不能买 早都看好这边的房子了 这个house啊 然后就一个进来在那边说房价贵 07 08都贵 不能买 好 他做对了 但是到金融风暴的时候一跌下来 他觉得 这个金融风暴一跌 可能还会再低再低再低 他还没买 到了这个今年年头的时候 他觉得是世界末日了 没时间了 他就通冲进去买高了30万 只差了五年 大概二三十万就被他又就错过去了 他自己现在觉得很 那就是你讲这个人 他就拉大了很大的mortgage 他本来可以省掉二三十万的mortgage 但是他这一次才进场 那就是说同样的东西 他认为没选择了 因为金融风暴也跌下来了 也没跌到底 又涨上去了 再不买可能还会涨 赶紧买吧 他买进去了 他就把mortgage加大了二三十万 你说他是 那我认为他就是帮那个业主 扛多了二三十万的mortgage 拿钱去二三十万去做游船盒 他就拿来天天要工作 为什么他要多做一份工具补他的mortgage 如果他要早买 可能这二三十万的mortgage 就不需要他扛 那个人也不需要游船盒 大家就评 时间很重要 还是那个房子 但是时间就错了 错了五年 他就多扛了二十多到三十万这个样子 所以你问我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投资者 你就可以就是说回避一下 暂时在这个调整期的时候 观望 退后观望 但是对这个使用者 你就是再退后 如果你每一天睁开眼睛都在大量的消费钱的时候 你这个钱几年下来也是不见的 可能未来再来一个猛冲上去了 谁知道你又跟不上了 这就是说搭错车 永远搭不上第一班车 他就不搭 那不搭永远就有车在走 他就永远跟不上 等到他搭到最后一班车的时候 人家前面都已经不坐车坐飞机了 他又要重新等 他永远是在迟到了春天 永远就是最后那个人 对这种人就很难解释说 他什么时候对 这个时间不是 你就是给了他 他也不会把握 他要自己有这个需要 这就讲回来了 什么时候才是买房子的时候 他本人ready了 像现在他已经ready了 我宁愿扛多二三十万 我都要做 为什么 孩子也生了 爸妈也申请过来了 睡哪里 他的需要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要面对的 这就是说很多家庭 他一定要买 那个时候他没买 是因为他只是跟他老婆两个人住 随时专到贝斯曼也好 租个小房子也好 后来生了孩子 他要为孩子过日子 后来父母来了 他至少要给父母一个温馨的地方 所以再多扛都可以 这就叫没有ready time to buy 也没有ready time to sell 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可是你说 现在都尽量让他们回避的话 那对你们房地产的投资业界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你让他们回避了 是投资者我讲 对 但是对你们作为房地产商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agent就是靠做业务 买房子 卖房子来赚钱 投资也好 出租也好 就是为了买卖 做赚钱 但是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 拿钱的人心急 给钱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ready 你急个鬼啊 市场不对 为什么要去 你为了commission 人家就要为了你赚个commission 就要在最恶劣的市场 就要买房子吗 就要买投资 给你赚commission吗 我觉得这个不make sense 也不make sense 因为这是公平的市场 是这个突围 人家的需要也在 你的需要也在 这个时候大家互利 人家的房产也能增值 你也赚到你的commission 这个才叫真正的业务 这就叫你在 你provide你的专业 跟你的service 还有你的这个knowledge 还有你的种种的点点滴滴 然后让人家客户受益了 你拿受之无愧 就是为了你要吃饭 人家就要破产 我觉得这个也太残酷了吧 那这就要需要 他们自己的职业超手去 一定要职业超手 做任何行业 没有一个职业的超手 这个人很难让人家认同 如果一个人都不让周边人 认同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做起来 你怎么能做好 做一个走一个 做一个骂一个 做一个跟你吵架一个 送你上法庭一个 你怎么做 但是这是恶劣的点 但是这个我觉得 不是agent的需要在先 我觉得是投资者也好 消费者也好 我们只是帮他促成这件事情 他的需要大过 我们的需要 才叫真正的在做这个专业 我这个叫专业 要professional 作为一个agent 也要准备好 接下来生意会越来越淡 这是一定的 因为晚上就到了 马上就看到了 政府要么加利息 要么就往下压房价 两个都是 不是有利的 都是复兴的 对房市场 房地产市场 那这样的情况下 哪里还有那么多transaction 哪里还有那么多买卖 没了 少了 那就说有一些人就生存下来了 有一些人就淘汰了 这个很正常 这个行专业是很残酷的 非常高 你像现在中国人 你像讲那个小孩子 帮那个小孩子抢offer抢多40万 那个人他不就是发达了吗 他没舍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对啊 你说这种状态下 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 right around 就是说我觉得职业超手 非常重要 不管你帮谁做事 首先过得了自己 这就我一直作为我自己的认为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自己会不会买 你不会买 就不要迫使人家去买 如果你自己敢做 你自己认为都好 那你自己没知识 无所谓 最多你摘个跟头 别人跟着你摘个跟头 但是一起摘 对不对 但是你明知道前面是个跟头 你叫别人上啊 上完你剩下 你那遗产我来接了 你上啊 你那资产我来帮你分点 我觉得这样不叫 不叫专业人士 这是要混水摸鱼 那专业也是你们公司的 一个很主要 我们公司的culture 一句话公平 一起成长公平 这就是我讲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非常激烈 非常恶劣 也非常残酷 通常能在这个行业里 生存下来的人 基本上都不是吃素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公平 大家都保持一个公平的心态 该你了你就去做 不该你了就不要去抢 也不要去争 该做好它 你就给它做好 不要能做好 也不给它做好 这样的话 你其实日久见人心 人家就是客户之间 就是明白你所做的一切 其实客人是最聪明的 我认为公司 我们公司里 你要问我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 能让我们公司能活下来 能在这个行业里 做足 立足 做得更好 还是这句公平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我们的采访 好吧 谢谢大家 拿钱去这二三十万 去做游船盒 他就拿来天天要工作 为什么他要多做一份工具 补他的moggy 如果他要早买 可能这二三十万的moggy 就不需要他扛 那个人也不需要游船盒 大家就评 时间很重要 还是那个房子 但是时间就错了 错了五年他就多扛了二十多到三十万这个样子 所以你问我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投资者 你就可以就是回避一下 暂时在这个调整期的时候观望 退后观望 但是对这个使用者 你就是在退后 如果你每一天睁开眼睛都在大量的消费钱的时候 你这个钱几年下来也是不见的 可能未来再来一个猛冲上去了 谁知道你又跟不上了 这就是说搭错车 永远搭不上第一班车 他就不搭 那不搭永远就有车在走 他就永远跟不上 等到他搭到最后一班车的时候 人家前边都已经不坐车坐飞机了 他又要重新等 他永远是在迟到了春天 永远就是最后那个人 对这种人就很难解释说 他什么时候对 这个时间不是 你就是给了他 他也不会把握 他要自己有这个需要 这就讲回来了 什么时候才是买房子的时候 他本人ready了 像现在他已经ready了 我宁愿扛多二三十万 我都要做 为什么孩子也生了 爸妈也申请过来了 睡哪里 他的需要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要面对的 这就是说很多家庭 他一定要买 那个时候他没买 是因为他只是跟他老婆两个人住 随时专到basement也好 租个小房子也好 后来生了孩子 他要为孩子过日子 后来父母来了 他至少要给父母一个温馨的地方 所以再多扛都可以 这就叫没有ready time to buy 也没有ready time to sell 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可是你说现在都 今天让他们回避的话 那对你们房地产的那个投资业界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你让他们回避了 是投资者我讲 对但是对你们作为房地产商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agent就是靠做业务 买房子卖房子来赚钱 投资也好 出租也好 就是为了买卖做赚钱 但是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拿钱的人心急 给钱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ready 你急个鬼 市场不对 为什么要去 你为了commission 人家就要为了你赚个commission 就叫在最恶劣的市场 就要买房子吗 就要买投资 给你赚commission吗 我觉得这个不make sense 也不make sense 因为这是公平的市场 是这个突围 人家的需要也在 你的需要也在 这个时候大家互利 人家的房产也能增值 你也赚到你的commission 这个才叫真正的业务 这就叫你在 你provide你的专业 跟你的service 还有你的knowledge 还有你的种种的点点滴滴 然后让人家客户受益了 你拿受之无愧 就是为了你要吃饭 人家就要破产 我觉得这个也太残酷了吧 那这就要需要他们自己的职业超手去 一定要职业超手 做任何行业 没有一个职业的超手 这个人很难让人家认同 如果一个人都不让周边人认同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做起来 你怎么能做好 做一个走一个 做一个骂一个 做一个跟你吵架一个 送你上法庭一个 你怎么做 但是这是恶劣的点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agent的需要在先 我觉得是投资者也好 消费者也好 我们只是帮他促成这件事情 他的需要大过我们的需要 才叫真正的在做这个专业 我这个叫专业要professional 作为一个agent也要准备好 接下来生意会越来越淡 这是一定的的 因为晚上就到了 马上就看到了 政府要么加利息 要么就往下压房价 两个都是不是有利的 都是负性的 对房市场房地产市场 那这样的情况下 哪里还有那么多transaction 哪里还有那么多买卖 没了少了 那就说有一些人就生存下来了 有一些人就淘汰了 这个很正常 这个行业是很残酷的 非常高 你像现在中国人 你像讲那个小孩子 帮那个小孩子抢offer 抢多40万那个人 他不就是发达了吗 对 他没舍得一下子就上去了 对啊 你说这种状态下 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right around 就是说我觉得职业超手非常重要 不管你帮谁做事 首先过得了自己 这就是我一直作为 我自己的认为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自己会不会买 你不会买 就不要迫使人家去买 如果你自己敢做 你自己认为都好 那你自己没知识 无所谓 最多你摘个跟头 别人跟着你摘跟头 但是一起摘 对不对 但是你明知道前面是个跟头 你叫别人上啊 上完你剩下 你那遗产我来接了 你上啊 你那资产我来帮你分点 我觉得这样不叫 不叫专业人士 这叫混水摸鱼 那专业也是你们公司的 一个很主要 我们公司的culture 就是一句话 公平 一起成长 公平 这就是我讲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非常激烈 非常恶劣 也非常残酷 通常能在这个行业里 生存下来的人 基本上都不是吃素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公平 大家都保持一个公平的心态 该你了你就去做 不该你了就不要去抢 也不要去争 该做好他 你就给他做好 不要能做好 也不给他做好 这样的话 你其实日久见人心 人家就是客户之间 就是明白你所做的一切 其实客人是最聪明的 我认为公司 我们公司里 你要问我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 能让我们公司能活下来 能在这个行业里 做足 立足 做得更好 还是这句公平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